今天上午 有几位外国的朋友来看舞 下午他们离开了 所以今天上午 这堂课就暂停了 里面我们就谈到 现在的社会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见过的混乱 灾难频繁 还有没有救 提出这些问题来问我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 灾难从哪里来的 什么原因发生的 我告诉他们 中国古人有两句话 其实我们并不懂 我也是如此 不懂 你今天的一问 我明白了 今天灾难从哪里来的 第一个原因 我叫它是从谐音来的 中国古人 古人所说的 万物 灵为首啊 灾难 小为先啊 我也常常讲这两句话 不懂啊 他一问的时候 哎呀我想起来了 真的 因为我们听到 联合国 卫生组织的报告 他们最保守的估计 每一年 堕胎的 多少 超过五千万啊 堕胎是杀人啊 不是杀别人 杀自己的儿女啊 一年五千万 两年就一个亿啊 这些小孩到你家来 佛说了 四云生法 四种云 没有这四种云 不到你家来啊 这四种云是报恩 抱怨 讨债还债 啊 如果是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了 变成仇人 如果他是报仇的 抱怨的 你把他杀掉 仇就加重了 加深了 啊 他要是来讨债的 你不但不还债 还要他的命 啊 是还债的 啊 你不接受他还 你把他杀掉了 这个账怎么算法 啊 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当中 死亡的人数 大概一年是一千万 换一句话说 二次大战呢 打了四年多啊 总共大概 死伤的 死亡的 五千万人的 现在一年堕胎 就五千万 我想啊 这个大灾难 真正原因就从这来的 啊 这还得了吗 啊 运运运相报啊 这因果的定律啊 没完没了啊 这世界能不动乱吗 地球能够没有灾难吗 这这这这 没法想不到啊 啊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因果 就从因果的角度来看死 肯定是有 啊 能不能化解呢 化解有 大臣教里面告诉我们 参除业掌 不先不再教的 真诚心忏悔 后不再造 啊 要承认过时 过去无知啊 我错了 啊 现在我们真的改邪归正 啊 来超度这些亡灵 啊 后不再造 啊 求这些亡灵 原谅我们 宽恕我们 啊 啊 已经造了没办法了 无法弥补了 啊 真诚惭悔 啊 断物修宣 该邪归正 啊 能不能化解在那 能 可以化解自身的在那 也能化解居住地球的在那 这真干才行啊 吗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